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很多事也不全是我的错 有必要闹到分手的地步吗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刘24岁来自辽宁 剧本沙主持人 有请 小郑24岁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 有请 是在剧本沙的桌上认识的 对吧 对 我俩是在一起大概快两年的时间 然后通过一次剧本沙认识的嘛 就必去玩了 然后他就全力地帮助我 最后呢 我俩都赢了 就这么的 我俩就联系到一块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啊 刚开始觉得挺好 挺不错的 挺聪明 有一次我俩一起下楼 就看着楼下超市大姨 有条狗 他又被人牵走了 但是楼下超市不知道 在屋里那大姨 然后呢 他就过去说 他是那个狗的主人 三句两句就给那个人劝走了 我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啊 原来他是去 把那个狗去帮忙牵回来 这个时候呢 我俩就把那个狗领回来了 大姨还说呢 哎 小郑真聪明 谢谢他 那时候我也感觉呢 他挺不错的呀 哎 挺好 后来我发现遇到很多事 擦着变质了 做事从来都没有啥分寸 根本就不在别人感受 比如说 有一次在看电影 然后正常看电影 可能是刚恋爱的时候 小情侣都买个爆米花 买个可乐 买两个饮料 一起去看电影嘛 那天我带他去看电影 哎 奇了怪了 不买 啥也不买 我当时还习惯呢 后来进电影院之后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屁股刚遭堕 从兜里边掏出两盆啤酒来 然后紧接着又掏出个炸鸡 哎 好嘛 我合一电影院的场合 是带啤酒带炸鸡一样的场合嘛 然后整个电影院都泥漫的这个味 那啤酒啊 是你昨天说你要喝 然后他没喝上 然后我就先给他带过去吧 炸鸡是我中午吃剩的 我扔了怪可惜的 别浪费了 我就一起带过去了 那电影院没明确说 不能带啤酒带炸鸡 那电影院还有吃爆米花的呢 爆米花也有味 我那炸鸡味多香 那么肯定比在电影院 脱鞋的味好闻嘛 是 那指定是比脱鞋的味好闻 但是你现在电影院 哪有脱鞋的呀 整场电影院都围绕这个味 然后最后怎么看完呢 他一边喂着我炸鸡 我一边人傻着 我吃着炸鸡 我看着电影 旁边的观众呢 一边看着电影 一边看着我俩 我就感觉整场瞎了 我无数个眼睛 一直在盯着你知道吗 就丝毫不顾虑别人感受 吃没吃 吃了 好吃不 不说话了 你这有点得了便宜卖乖啊 臭小子 不能这样 这个是说就是在公共场上嘛 我说过他 他也不听 不是 你可以说把炸鸡收起来 味道太大了 出去再喝 对 我跟他说过 然后之后有开玩笑的时候 根本就不在意识度 不问别人的感受 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跟他说过了 我说我不过了今天生日 他也知道 那天晚上呢 我打电话 就是说他和领导有一个饭角 在聊事情 说挺重要的 叫我过去帮他一下 我想挺重视的一个场合 我就穿着我西装去吧 我穿着我前两天 刚花三千多人买的西装 我还没场合去呢 我第一次穿 我就去了 我去到饭店之后 刚一开门我人傻了 他和他一帮朋友 站面前直接香槟啤酒 还有蛋糕 直接全糊我身上 从上糊涂下 那三千多的西服 直接一天晚上给我玩没了 我到现在都洗衣服了 你说他是我男朋友 我能不给他过吗 我也想就是用心 给他操办一下 对不对 我也没想到 他那天会穿 他那么贵的西服来 你都不知道 在家家那个样 那个西服给他宝贝的 不舍得穿 不舍得看 不舍得摸的 我都没想到 他能穿那么贵的西服来 然后他一进门呢 蛋糕就直接过去了 我都没来得及阻止 还有 那香槟也挺贵的 也配得上那身西服 我说他也是原话 这么给我怼回来 说他根本都说过 他给我打电话 有的时候 我接得不太及时 就咬住这点不放了 那天也不知道 他怎么讲的 给我的手机号啊 给我挂到房产 挂到中介上去了 那段时间 我不知道接了多少 房产电话 中介电话 给我打了无数个 一天弄十个 一天弄二十个 就这么轰炸我 不是 你这是干嘛呀 姑娘 前面我能理解啊 就到这儿 我有点不太能理解了 就是因为我跟他说过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他不接电话 不是 他那个职业 没法接呀 你再不可以客户玩着 又做主持人 他怎么接电话 他可以微信告诉我呀 他不接电话 对不对 就我就说不了 然后我也没说他那么过分 我就是在几个APP上 留了他的电话 就几个APP上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说有时候在工作 回复你不方便 一次两次的 解释也不听 尽快回你也不听 就得第一时间回你 对 就得第一时间回复 对 就是不听 然后有的时候 还换着发的去整顾你 再有一次我健身 有一点事得罪他了 他就不高兴了 你就这人奇怪到 他下一秒想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下一秒想 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都是未知的 那天让我收拾屋 我说我健身回来 我再收拾屋 我三个厕所 跟回头拎到 我的健身袋 我去健身房了 然后我到健身房 我衣服换好了 我刚给鞋穿上 就听了吴一声 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 然后整个健身房 而是更一世 都弥漫的那种臭味 他给我塞的 都塞了个臭鸡蛋 然后那天回家 就问我健身见得怎么样 你能想象到 我在步行期间 从健身房走回家 那一路上 别人都傻眼神 看着我吧 那我不高兴 我不能有情绪吗 我用这种方式 不比跟你当面 在吵架好呀 很多次我跟他解释了 就各种各样 大事小事 我跟他解释过来 不听 没有用 然后就把这点事 还讲给我身边的朋友 不管是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他身边的朋友 只要是在和我俩 在一圈的朋友 听到这些事 都当成笑话听 好像没有我 他们这个话题 这个主题 就进行不下去了 我感觉我现在 无论是在他朋友那 还是在我朋友那 就好像是个笑话一样 知道吗 当大家的开心果不好 都是朋友 谁也不用说 笑话你或者怎么样的 大家就乐呵乐呵 就完事了呀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的感受 我咋想 身边的朋友怎么想我 我这个颜面还要不要了 那个不重要 我们帮助教育他 以后不让他这么做就行了 没别的了吧 是 还有我领他回家 我想象中 应该作为一个女朋友身份 应该是 潇潇潇潇的文文静静 她不是 到我家了 好像到她家一样 见到我父母 好像见到她爸妈一样 在我家就贼活泼 就是慢慢地 但是跟我父母关系 还处得还算不错 不挺好吗 然后就时常就领我爸妈出去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给我爸妈领去游乐园了 见到那些小东西 小卡子 小玩具 就要给我爸妈买 多好啊 对啊 多好呀 叔叔阿姨年纪不大 那阿姨 她肯定有一颗少女心嘛 我买那些小卡子 阿姨肯定会高兴的 我是带阿姨重返18岁 你根本就不懂 有没有问过我爸妈感受人 50多岁人会喜欢那个东西吗 要给我爸妈磨彩绘 磨了吗 哎 没说 在后边搞了个偷袭 直接全都脸上挂点彩 看见海盗船了之后 还要领我爸妈去坐海盗船 哎 你想象一下 那么大岁数的人 做这东西合适吗 她 怎么不合适啊 我父母都做了 而且她就是应该体验一下 自己没体验过的东西 难道就非得等到七老八十了 走也走不了了 就只能看着人家在上面 开开心心的 然后自己想做没做 这不是遗憾吗 哎 对 就这套话 跟我妈说的 给我妈劝动了 我爸没啥感觉 然后我妈要去玩了 那没办法劝我爸呀 直接老两口子带上去了 我根本就没法想象 那个场面 好嘛 下来了 我爸时间就哇哇吐 回头转天第二天 就觉得这姑娘有问题 你知道 我爸现在很不同意 我俩在一块儿 你爸上海盗船 又不是我船的呢 是你妈样 你爸让你爸上去的呀 你爸不能把气头 怪在我身上 那我妈敢怪我爸嘛 不对 我爸敢怪我妈嘛 哎 你都气死我了 就每回怼回来的 就这么三句两句话 挺可爱的 然后后来发生一件 我认为对我来说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导致我妈现在怀疑她 这个女孩人品问题 你干嘛了 拿她手机给她领导 发了个表白信 那天我下班很晚 我领导送我回来的 然后就被她看 女领导男领导 女领导 那天晚上加班很辛苦 也就那么一次 就送我回家了 就被她看见了 不行了 就说我跟领导有事 我怎么解释的就是不听 哎 转天我第二天上班 老板对我态度 180度大转变 我都莫名其妙 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多一句闲话都没有 那上班不就是应该这样吗 就是应该公事公办的 你都不知道 那这大半夜的 女领导开车 把她送到她家门口了 然后她下车 她还不回家 在那倚着那个窗户 说得可开心 实话 把这些毛病改掉 我不是说 要平平淡淡地生活 这个东西一概没有 倒不是 但是你这些东西 要拿捏好尺度 不要影响到我工作 影响到我家人 然后就丝毫就没有改变 不是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今天来是跟她分手的呀 还是要求她改变的呀 我希望她一改前非 能把这个东西 尽量不做就不做吧 尽量能做小就做小吧 少给我带来点影响 毕竟我们在一块 这么长时间了 换而言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你对她还是可以忍受的呀 她跟我玩的这些小把戏呢 我觉得可能是恶作剧 没关系 你是不是挺喜欢的呀 是 确实还是挺喜欢 她这个小女孩的 但是她有时候 给我带来生活的影响 让我没法接受 行吧 女生 还想跟她继续好吗 想 她说的这些 不再整骨她了 不再做恶作剧了 能改吗 到时候也得看情况 你觉得你们最核心的问题 是这些吗 最核心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她对我的感情 我觉得淡了 在女生的眼里 是感情淡了 在男生的心里面 是你做过了 反差恰恰在这个地方 老师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香烟》里面塞鞭炮的事 我小时候也干过 但这个事很危险 这个事不对 这个事很危险 我在想一个事 就是动漫世界里面的 一个动漫人物 到了真实世界 和一个真实世界的人 谈上了恋爱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估摸着 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场景 就一开始的时候 特别好 好在什么地方 好在特别呀 好在不一样 好在从没有感受过这些 时间长了之后 突然间 感觉不对 会觉得越来越难受 它难受来自于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叫规则的力量 就你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规则 比如你爸妈跟你说 女孩子要文文清清的呀 是吧 要会过日子呀 你在平时的时候觉得 人钱要给我面子呀 但是呢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经过这些规则洗礼的人 他做的事情都是反规则的 所以你一边承受着规则对你施加的压力 一边承受着他对你施加的一个压力 两者压力相叠加 你就感觉就受不了了 在这个时候 你要么抗拒他 要么抗拒那一边 你现在选择了抗拒他 所以问题出来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姑娘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你的那些跳脱的事 我觉得都挺好的 唯一受不了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跳脱 不能和人的专业性混淆 就你不能影响人工作的专业性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如果我们要惩罚人 你可以私下惩罚 不要在人际关系当中去惩罚人 比如说在他的同事面前惩罚他 在健身房里面惩罚他 人是有耐受力的 就是你做的有一些事情 可能超越了他的耐受力 超出了他的耐受力之后 这个人就要崩溃了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要好好的磨合 就是或者我们收回到某一个均衡点 或者就算了 因为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爱 你得去找到一个能欣赏他的人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各自尝试彼此的生活 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生活走到了一定的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抉择 是继续走下去呢 还是变成一个交错点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不管在一起多久啊 我想提醒各位的就是 一定要记住你们相爱的初衷 和相爱的理由 不要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变久了 就开始对他提出更多的要求 你要记住当初爱上他的模样 是什么样的 不能在一起 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 我当初喜欢他这个一个点 那我剩下的有四个点 是我慢慢不喜欢了的 那我就要让他把这四个点 给他摒弃掉 要么你给我改变 把这四个点全变成我喜欢的 当他真的把那四个全变了的话 当初你喜欢上他的那一个点 也就不存在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对于女生来说 我们任性可以 作可以 但是小作一情 大作伤情 最经不起考验的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作你们两个人的情 因为第一 你触碰了对方的底线 第二 你过度了 第三 你不尊重他 况且对面是他的领导 所以我觉得 你在这件事上 不仅在毁你 也在毁他 所以在日后的感情的 交往过程当中 你想要去试探 或者说 当你开始动了这个心的时候 就证明 你对你们之间的感情 已经产生了怀疑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必要 再继续试探下去了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爱情变淡了 就一定要整一些剧情 然后呢 让这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这可能是 女生享用的方式 我觉得女生就是过界了 事都在你身上 我刚刚一直是在想 上一次我看到这种古灵精怪的小姑娘是谁呢 会让我喜欢的是谁呢 我只能想到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 他想干嘛就干嘛 他想扯胡七公的胡子 就扯胡七公的胡子 想偷谁的烤鸡 他就偷谁的烤鸡 好像古灵精怪的 挺可爱的 然后我再想 黄蓉有做过什么 有伤大雅的事吗 并没有 古灵精怪他是在一个范围内 这个范围可能就是刚刚那个词 无伤大雅 只要无伤大雅 大家都可以一笑置之 这个就像是小朋友打翻了牛奶 用牛奶做话一样 我们看着可爱哈哈 但小朋友要把牛奶打翻在了大人的电脑上 并且在电脑上接着做话 电脑被烧坏了 请问大人哈哈的起来吗 凡事都有度 您做的事情就叫无度 为什么男孩现在接受不了您了 因为您越来越无度 起初你只是小小的恶作剧 是为了帮助别人 比如说救狗狗 他觉得你可爱极了 后来你小小的恶作剧 只是为了挑战秩序 比如偷偷带吃的进电影院 还喝啤酒吃炸鸡 你觉得有意思 他觉得虽然我不会主动这么做 但一起这么偶尔做一下也还算快乐 可能这就是他的度了 他的边界也就仅此而已 也就是一次在电影院吃炸鸡就够了 他的确觉得在那一瞬间挑战了一下秩序 有一点快感 但周围人异样的眼神和打扰了这个环境 使他更不安 可是你注意不到这一点 你会继续升级 你会拉着他跟你一起玩 你把他当成了你玩闹的一个对象 你把他的信息全部弄到其他的网站上 你这不就是恶意的使他人遭受各种骚扰 使他人生活带来不变吗 拿他的父母去整骨 你肯定也得在乎一下老人有没有疾病 能不能坐海盗船 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健康考虑 没有分寸 没有边界 你比如说自以为给女领导发了一个告白 是一个做得很巧妙的 想把男朋友和女领导给割开吧 但在我看来是暗挫挫地搞事情 一点也不可爱 你可以直接告诉男朋友 以后不许别人再送你回来 尤其是晚上 异性的车不许坐 哪怕是专车遇到女司机 你都要换车 No 你可以这么蛮横地提出要求 他会觉得你可爱 但你给女领导发了一个告白信息 你骚扰到别人了 女领导的老公如果看到了怎么办 你治所有人的这一些感受 和所有的秩序与不顾 只为了满足当时自己那一下泄愤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挑战社会规则 无视人际关系 不管怎样 好自为之 反映自己 好 谢谢米娜老师 每个人的底线是不一样的 恋爱当中的底线是互动出来的 在互动这个底线上面 你们俩的底线完全不一样 所以玩笑还是要有分寸和尺度 别的没什么 男生觉得可以原谅 你就原谅 你觉得我不能原谅 这就触及我的底线了 我就是受不了了 你也可以转身就走 交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多年 就我不知道我之前做的那些事 会对你造成那么大伤害 然后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话 就是也觉得自己错了 然后如果你愿意 再跟我继续下去的话 我会尽量改 尽量慢慢地变好 同样的话听了很多次了 然后你该做呢 也做过很多次了 我说过 我不是说不喜欢 我只是喜欢平淡的时候 我并没有 只是就是希望你最好分寸 别影响到我 或者更严重的一些事 这个度以后我会掌握好的 我会考虑考虑吧 我们的爱根本就是不平等的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做何选择 请开门 我们的爱根本就是不平等的 不管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你总是不知道满足 当初 你用谎言给我编织了一个美好的爱情 可现在剩下的只有一地的虚荣 既然你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为什么要给我画这么大的饼 我在你面前好像愿低你一等 只能拼命的对你好来留住你 可换来的却还是你的冷言冷语 你比我大这么多 却还是没有主见 什么都得听你妈妈的 我们之间的矛盾 你也是视而不见 也许咱俩真的不适合再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刘35岁来自河北司机有请 小李28岁来自河北花店老板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半年了是吧 对 不太诚实好像你这个人是吧 没有吧 至少在这段关系里面不太诚实吧 对 他总是骗我 什么时候发现他骗你的 骗了些什么 跟大家说说 我们两个在一块之前 他不是追我吗 然后他就各种炫耀 说自己家条件特别好 有车有房是做生意的嘛 然后我觉得他虽然岁数比我大 但是经济条件在那儿的话 以后肯定生活也会稳定一点 我就答应和他在一块 但是在一块之后 就发现他说的好多都对不上 都是骗人的 我感觉我已经为你付出很多了 可是你却还不知道满足 我怎么不知道满足了 他跟我说他不是做生意嘛 但实际上他现在就是个司机 你怎么老就这事不放呢 我其实没有骗你 做生意嘛都有好有坏 我以前做生意去月赚到过钱 对 他一直都这么说 不光是这一个事骗我吧 就是吃饭 他请我和我闺蜜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他说带我们去特别高档的餐厅 吃那种大餐 鲍鱼海鲜大闸蟹什么的 我们可开心了去 然后去那儿点完菜了 服务员一上菜 上的都是什么 醋溜土豆丝 大白菜拍黄瓜 别说海鲜 连个海带丝都没有 就是那个菜 它有海鲜的意义 可能就是炒菜的时候 就放了点蚝油 这个就算海鲜 这个算骗了吧 我是想点鱼吃鲍鱼啊 还是当时饭店说没有了 没有了我琢磨就凑我吃一口吧 对吧 然后咱们下次吃点好的不就行了吗 不是 这是一个什么餐厅啊 海鲜餐厅没有海鲜 是吃这意思吗 对 我一进门的时候 那鱼缸里边游的都是鱼啊 人家服务员说是给顾客观赏的 观赏鲍鱼吗 哎呀 兄弟你这有点水 行吧 咱们就这么想 就当那一天餐厅里没海鲜了 还有啥事 就是他开的车接送我上下班 我说你这是什么车呀 还挺好看的 他说是鹿虎 哦 鹿虎 我说鹿虎挺舒服的嘛 然后我就坐 一直坐着好久了 我都没发现什么事儿 后来我朋友问 你知道他开的什么车吗 我说鹿虎啊 怎么了 他说这个和鹿虎长得很像 叫鹿峰 哎呀 鹿峰更厉害 他比鹿虎还有实力呢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 我这鹿虎很骄傲地跟他说啊 对啊 那我怕他不知道鹿虎这牌子啊 不知道不知道呗 告诉他啊 给他普及啊 不老实 对 他不老实还不光是这个 他520人家都转账嘛 朋友圈都晒520转账 他特别有意思 他也给我转了 我就在那点 我说这怎么点不开啊 我为什么点不开 那是个表情包 那520大家一起乐一乐呗 再说了 后来我不是给你转了520吗 你是给我转520了 我倒是都鸡眼了 你不给我转能行吗 那我觉得我省钱呢攒钱呢 不是就想再做生意吗 东山带喜吗 以后咱们的生活会更好吗 嗯 我信了 你光说我了 你就说说你吧 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人特别固执 在他眼里呢只看到我不好的地方 很少看到我好的地方 就拿他开花店来说吧 他就让我开车给他到处送花送货 就跟他的工人一样 而且有一次更离谱 他那个花店搞活动 然后就让我扮人偶 在店门口站了一整天 闷得我太难受了 那个自己家的花店 你帮帮忙不应该吗 再说那时候天的确也不是很热 他在那站一天他也不是很热 他就是矫情 他呀就是认为自身条件比我好 在生活上呢 就是让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有一次就是说半夜了 他饿了 他想吃的那家店呢没有外卖 他就11点多了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给他买 结果我开车买完到他楼下了呢 打电话他也不接 后来终于打通了 他说哎呦我太困了 我睡着了 我不想吃了 你回去吧 他没有把我当男朋友 就是当佣人了 不是 他开车特别慢 来回20分钟的路 11点多 他1点多才回来 我那时候真的睡着特别困 他还给我一直打电话 我真的是睡着吃不下了 想男生还很委屈是吧 那有点委屈啊 还有什么呀 就买了一次外卖 没吃上 那就天气晒的时候吧 他就让我给他打遮阳伞 而且那个他鞋带开的时候 要求我无时无刻 在任何情况下 蹲下来给他系鞋带 有一次我们两个呢 去购物了 回来的时候啊 我大包小包 拎了很多的衣服 结果呢他正好鞋带开了 我就说你自己系吧 对吧 然后他说让我给系 他就生气了 很生气 没办法 我就把东西放地上了 然后给他系鞋带 系完鞋带呢 回到家 他发现他一个白色裙子脏了 他就跟我说 你听得也不好吧 你也不仔细啊 又埋怨我 那天我穿的裙子 你不是不知道 我穿裙子 蹲下来系鞋带多不方便呀 再说那个裙子 他就不能放个干净的地儿嘛 他往地上一放 的确就弄脏了 我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来回抱怨 嗯 但是你知道 在大马路上 我给你系鞋带 我觉得真的 我很合适我的男人面子了 你这会儿要面子 点海鲜的时候 你怎么不要面子呢 那他对你好吗 对我还挺好的 挺照顾的 平日里边你看他拍照什么的 他各种角度都乐意给我拍 他就是特别喜欢拍照 到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喜欢拍照 有一次我们俩呢 去那个迪士尼 他就把我当成他拍照机器了 到那儿就属于 把时间全弄在拍照上了 然后让我趴在地上给他拍 那个镜头很难拍真的 我把衣服都弄脏了 结果呢 他完了还满意我拍得不好 他是趴地上给我拍了 趴地上拍 不是为了嫌腿长点吗 那你说他都趴在地上拍了 拍得还是我脚后跟啊 头发半个身子 他都拍不好 他就是没拍好 我已经逐渐发现 你们俩其实还挺像的了 还有什么事再说说 他身边就是说异性的朋友很多 而且他们还经常一起聊天啊 出去玩 他和这些异性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 就是发朋友圈 而和我们两个出去的时候 他就根本就不发朋友圈 我就怀疑他没把我当男朋友 不是 就是我们只有一群人出去玩的时候 我才会拍个照啊 发朋友圈 我们两个拍完照发朋友圈里边 那不属于秀恩爱吗 那那次我去找你啊 然后我主动去接你啊 然后你身边有很多朋友 你也没跟他们介绍我啊 他根本就没介绍我上男朋友 而且跟我一会儿走的时候 还说我跟我朋友先走了 我俩好像普通朋友似的 不是 我平时跟我朋友介绍我 就说我男朋友形象特别好 但是他那天穿的 就邋里邋遢的 那怎么了呢 就很土 没法跟人介绍 哦 他最起码穿的利索一点 好 明白了 而且他在网上就是做直播 他为了经营花店 其实呢就是跟粉丝搞暧昧 只要在店里订花 就可以加微信 就可以私聊 不是 开花店嘛 那这顾客和这个老板 加微信 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吗 嗯 但是我发现他和一个男粉丝 经常聊天 还经常把他自己的照片 给男粉丝发过去 而且男粉丝呢 还邀请他去那个 他在城市去玩 他还答应人家了 他跟我解释说去做生意去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这件事 不是 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 然后他离我们城市很近 他那边就正好需要一大批花嘛 有一个大订单 所以我没事就跟人家聊天 而且我也没去 我只是答应他了 就是为了店里边生意好 那有好几次咱俩都订好了 说出去玩啊 你就答应我了 可是到那天呢 你说你有事 你不去了 你和朋友出去了 我就是有事 跟朋友出去就是办事 哎呀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两个在一起啊 根本地位就不平等 他平时嘴上不饶人 嗯 喜欢言语攻击我 嗯 说我那个穿衣老土啊 吃相难看呢 然后觉得我没本事配不上他 是这么想的吗 我觉得我说的没错吧 我觉得你这话很伤人 不是 那你干嘛 要跟人谈恋爱呢 走了不就得了吗 有朋友这么说吧 但是我觉得他对我这个好 就的确是挺好的 然后平时生活中那么照顾我 然后我的确岁数也不小了 你说在谈恋爱的话 时间也是挺长的 想认真真地找一个人 过一个安稳的生活嘛 那他是女傲的人吗 他总骗我 其实呢 我就想尝尝他亲手 给我做顿饭吃 那天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他就跟我大发雷霆 他说我跟你在一块享福的 不是来受苦的 做饭的 我觉得就是我一个人付出 他跟我什么也不想付出 那你走啊 你图什么呢 我觉得 一肚子委屈 我觉得 就是他给我第一感觉吧 就是感觉挺好的 你就靠第一感觉活着啊 不是特别奇怪 你们俩是来这抱怨的是吧 也不是吧 他平时生活中的确 对 他是对你好啊 但是你有对他好吗姑娘 我对他也挺好的呀 你为他做过些什么呀 我其实对他要求也没有那么多吧 但是你说我都这么个岁数了 他总这么骗我 真的以后没法过 他除了骗你他自己的背景之外 还骗过你什么嘛 觉得还可以啊 我插一句啊就是 就是他对我妈还有意见 就是说我妈他们俩之间 有点那个矛盾吧就是 他们俩什么矛盾啊 就是有一次吧 我跟我妈通电话的时候 他在我旁边呢 然后就大声地嚷 他说你们俩别打电话了吧 电话放了吧 有事回家说去吧 然后我妈都听见了 不是 他自己就是个妈宝 什么话都带着我妈说 我妈说的 现在他都快40的人 还跟他妈住在一块儿 一时住行 都是他妈妈照料的 他妈妈对我有意见 他从来不就是 帮着我说话呀什么的 那你说我妈 都对他印象不好了 我只能实话实说吧 就是他回来 他还一五一十地跟我说 我妈妈不喜欢你这儿 不喜欢你那儿 说我胖啊 说我长得不好看 就是对我怎么着不满意的 他都一五一十地跟我说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姑娘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朋友介绍我们两个认识的 朋友介绍的时候 是怎么介绍的 朋友介绍就说 这个小伙子人挺老实的 挺顾家的 让我们两个就是先触一触嘛 好 谁跟你说他很有钱的 他自己 你什么时候发现 他其实不像他炫耀的样 那么有钱 就接触之后吧 就是我们两个谈对象了以后 我朋友提了个显示说 他那个车就不是路虎是路风 从这儿就开始骗我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开始 对他的看法变了 对 姑娘非常坦诚说 那我这个岁数我找一个对象嘛 我当然希望条件好一点 对吧 这样我的生活能好一点 如果你喜欢一个男人 没什么钱的话 你会喜欢上吗 他首先不能骗我 答的好 为什么要骗人家 骗就是骗 我觉得我比他大很多吧 就是我觉得应该在经济上 对他有帮助吧 但是你帮助不了啊 谎言毕竟是谎言 我已经尽我的努力 不是谎言毕竟是谎言啊 你刚才说为他花了很多钱 都在哪些层面上为他花过钱 那就是买包什么的 买衣服什么的 吃饭什么的 这半年来消费了多少 消费了几万块钱吧 这是大钱了对吧 对你来说 还行吧 不 你这会还要面子呢 是还行吧 还就是啊 那就是 是 你一个月多少钱工资啊 四千多块钱 那对啊 你一个月四千多块钱工资 这不就大钱吗 用什么不好说的呢 他就是耗面子 他 你什么都知道 你还这样 你不是贪恋吗 岁数摆在这儿了 也该结束 什么岁数啊 我这个年龄 你这 你们俩真是 这么下去谁都得不到幸福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他我想能挽回的话 还是想挽回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老师们什么意见啊 就是 你不就想跟他分手吗 对 又舍不得 是 如果他经济条件再好一点 或者像他描述的那样 自己做买卖做得不错 是不是一个感情 基本现在没有问题 对 就是前媚在你心里 不是钱 就是他如果他很有钱 但是他各方面 他都不说真话的话 那也没办法过下去了 如果他骗你说 他这个穷光蛋 你会跟他好吗 他现在他可能又骗你了 也许他家里真的特别有钱 他就为了测试你 他显示出来他没钱他穷了 还这么犹豫吗姑娘 乐了 开始幻想了 应该不会吧 真的 我就跟你说他骗你了 那可能就是 也会再试一试吧 所以你也不坦诚啊 你也不诚实啊 骗子为什么能骗上人 是因为被骗的人多贪婪 行了只谈了半年 男生说我要挽回 女生说我很矛盾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我告诉你一个 非常扎心的事实 她和你谈恋爱这半年 可能是她对你最大方的半年了 这已经是她开销最大的时候了 因为她月薪四千 这就是现实 你们两个不就是 拿各自本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东西 拿来往自己身上贴 然后去吸引对方 吸引来对方之后 然后你跟他说 你为什么那么物质 你拿物质去吸引人 吸引来的可不就是物质的吗 你拿外表去吸引人 吸引来的可不就是这样的吗 所以你们这样的人啊 谈恋爱是谈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又贪婪又软弱 姑娘你自己琢磨一下 你是不是贪婪 想要 你是不是软弱 知道不对了 你还下不了决心 回头就走 你也一样啊 你难道不贪婪吗 你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满足不了她这件事 你不知道吗 骗回家之后 这日子能过下去吗 软弱 我没有别的东西 交给你们 我只想告诉你们说 如果你们依然以物质欲为价值观 为衡量标准的话 日子你们可以过 但是内心是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温暖的 你内心一定充满了彷徨 惶恐 一定充满了各种的不安全感 要过好日子 喜欢好看的事物 这是每一个人应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我们的内心要有什么 要有坚持和爱 你可以坚持自己生活的标准 你也可以说我拥抱我想要的爱 如果这两样东西你一样都没有 那到最后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女生放下你那些对生活所有不切实际的奢望 那些奢望只会把你带入一种深渊 这个深渊就是毁了你 我特别赞同陆琪老师刚才最后说的那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确实是 但是我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观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美好生活放在别人身上 去等着靠别人帮我们实现 如果想要让别人来帮我们实现这个美好生活的话 凭什么 自己不努力 所有的事全部要让别人来帮你实现 最后到头来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觉得呀 你今天说他骗你男生骗你 你俩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你也在骗他呀 你骗他你爱他呀 其实你爱的不就是他曾经给你的一个虚幻的假象 你爱的不就是这个吗 什么口口声声说年纪到了 我也得结婚 我想找个条件好一点的 这些话听起来很朴实 但是通过你的行为 啪啪打脸 所以姑娘我劝你 与其等待别人 给你面包和玫瑰 不如你自己想办法 去挣得那个面包 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丰富了自己的阅历 让自己变得真的能够配得起 去拿那只玫瑰的生活 谢谢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姑娘为什么你明知自己受骗了不离开她 就刚才说的她不是比较照顾我吗 生活中这个也挺好 人为什么受骗 当然就因为贪 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生命中相遇吧 不管是偶然的缘分 还是一生的相守 我觉得我都应该用心去把握 用心去珍惜 但是我觉得你骗我这件事 它本身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你连我都骗 以后生活上 我觉得咱们两个没有办法沟通 你知道吧 我希望你不管以后怎么样吧 你都能把这个毛病改了 好吧不会努力呢 谢谢两位请回吧 这为什么到这个时候 男生还不能坦诚一点呢 我对她我真是放弃治疗那种感觉 能让鲍鱼变成观赏鱼类的 你说这还能有啥说的呢 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咱们看看 这两个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老婆呢都是二婚 我和前妻有一个孩子 我的前妻呢会经常来找我 但都只是为了孩子 我老婆总是对我不信任 我一直压抑着哄着她 可她呢每天跟身边所有人抱怨 我真的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您的前妻这么频繁的来找你 难道真的都只是为了孩子吗 我想这其中罪翁之翼不在酒吧 正是因为你的前妻 向你传递了一些信号 所以你才想和现在的这个妻子 日子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有的时候啊 女人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